那這個可以慢慢的練習 那最好是還沒有開始就先練習 平常練習 對啊 你有什麼好的方法 有些人呢 他真的是很冤枉 他搞不好他是有氣喘 或者是過敏性鼻炎 所以導致他必須要用嘴巴呼吸 所以呢有一些穴位呢也可以用 像我們的銀香穴 就在顴骨旁邊 平常也可以是按壓 可以刺激這個穴位呢 就可以幫助你的鼻孔的呼吸 我覺得用柔非常非常的好 我常常喜歡用柔 而且他們說如果 如果你那個要跟鼻有關的話 要治療鼻 要上面一點的 要按在鼻唇溝上面 對 鼻唇溝上面 鼻翼 鼻翼 中間 往上 往內 這個技巧就是說 你的那個雙 那個食指 要往上 往內 這是第一個穴道 第二個穴道叫鼻通穴 鼻翼的半年型頂部 對 這裡 這裡很有用 對 這兩個穴道是我們 鼻子不通 最有兇 那平常在這些按摩呢 我們都已經放鬆你臉部肌肉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 暢通這個鼻管 暢通這個鼻腔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大拇指 比如說我們先從 右邊進來 我們就按住左邊的鼻孔 那因為我現在是面向觀眾 所以我的方向會改變 你就可以用單一鼻孔的呼吸法 然後鼻子吸 如果是按住右邊的鼻孔 你就是左邊吸氣 左邊吐氣 反覆做個六次 或者是看照 依照你自己的時間去分配 然後慢慢的放鬆 回到自然呼吸法 你會發現你剛剛練習的 那一個呼吸的鼻孔呢 會比較順暢 那我們就再換另外一個鼻孔 就換右邊進 右邊吐 這是單一鼻孔的 呼吸的脈輪呼吸訓練法 再來呢你也可以兩邊交替 比如說左進右出 右進左出 做一個鼻腔的循環訓練 我學的是這一個 也是一個瑜珈老師教我的 對 他就說要強壯你的鼻黏膜 就比較不容易有鼻子過敏 所以他說可以 我就是早上出去到陽台 就是空氣比較新興的地方 然後就是先按一邊 按住 然後先吸 對 吸氣 然後再換另外一邊 吐氣 慢慢吐 然後再換這邊繼續吸 然後再換另外一邊再吐 我覺得這樣子做 尤其是早上空氣比較冷 你這樣做了以後 其實真的你的鼻黏會比較強壯 對 比較不容易過敏 是